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呢? 没有啦,就体验一下咯 体验走一下长堤一 要半夜也没有巴士 你是马来西亚人 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 之前是怎么过去的 大巴士 长堤还没有封的时候 是每天大巴士来回 之前每天大巴士来回 然后你之前 可是你是VTR过去吗 前几次是VTR 前几次是VTR 然后你这次在马来西亚待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是回家 回家看父母 那个怎么说 你整个体验怎么样啊? 蛮顺畅的 马来西亚他也没有问什么东西 就到新加坡也是自动 关卡过了,就到这边了 那为什么选择在大半夜呢? 因为 也是没有什么人 就希望不会这样晒 不会这样晒 但早上的话会比较热一点 你呢? 你呢?你是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 因为我明天有上班 之前在马来西亚待多久? 之前你在马来西亚待多久? 待久 这一次回去吗? 大概有两个星期 那你之前也是有通过VTR 飞机 飞KL 你整个体验有什么不同? 今天啊? 刚才12点的时候很顺 很顺 觉得这个 就是很像 整个很顺畅,不会像很多问题 而且都很快 走路呢? 你是说在那个长堤吗? 长堤是走路的 对 非常的快 长堤也很好 然后我觉得长堤 带给大家很欢乐 因为我们都有互换 然后喊 然后都有祝福 对面路 对面路也有祝福我们 那之后呢? 会不会因为开了之后 更频密地来回新马 这样子 就是住新山吗? 就是会不会更频密地来回 这样子 更随时一点 会吗? 呃... 我应该会住新加坡吧